在叙利亚内战中 诸旭俄空军和叙利亚空军的战机 屡屡因机械部长或低面防空火力而被击落 但跳伞成功的飞行员则很少生还 除非被俄旭特种部队第一时间救走 否则的话都入武装分子手中 不管是反对派还是极端武装 这些飞行员都会被残杀 这也是俄军飞行员一旦被击落 无望被营救的情况下 举枪自杀的真正原因 最起码给自己一个痛快 留下最后的体面 上周四一架从霍姆斯空军基地起飞的 续军苏22攻击机再次被击落 根据目前的公开报道看 这名续军飞行员弹射成功后 随即被赶来的武装分子俘获 据悉俘获这名续军飞行员的是HTS武装 实际上在苏22被击落之后 俄旭联军立即出动了大量特种兵 对跳伞的飞行员进行了营救 但由于叛军抢先一步俘虏了飞行员 以至于俄旭特种兵的营救失败 有效的信息透露 这名被击落的续军飞行员 林教穆罕默德·苏莱曼 至于其军衔和职务等则尚未透露 多年内战中 叙利亚空军遭到重创 不仅损失了大量装备 而且还包括人员 尤其是训练体系 虽然俄罗斯方面为叙利亚空军重建 提供了巨大帮助 包括提供弹药、油料、零配件和指挥等 还帮助叙利亚空军训练飞行员 该叙利亚空军装备的老实战机 早已在俄罗斯空军中退役 在人员培训方面 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 最新的消息 是俄罗斯空军正用其装备的 雅克130高级教练机 为续军培训斯带机飞行员 未来俄罗斯很可能会向叙利亚政府军 提供米格-29SMT这类先进战斗机 考虑到叙利亚政府囧困的财政状况 尤其是东部产油区被库尔德武装控制 指望叙利亚政府 为这些俄制战斗机付款是不现实的 最新消息 叙利亚政府正与HTS极端武装谈判 试图用换腹的方式 救回这名被俘的叙利亚空军飞行员 HTS极端武装 要求换回其被叙利亚政府贯押的多名成员 具体条件尚未谈漏 但预计将很快在一个安全地点交换腹路 任何一名飞行员对叙利亚空军都是宝贵资产 此前的报道中 无法有准将闲的老年飞行员 驾驶苏尔尔空气机的报道 此次背负的穆罕默德·苏莱曼 很可能也是一名高级军官 其价值很高 HTS武装要用其换回的同伙 估计也不会是一般的侠兵蟹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